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好世界天下神兽频道 在中国神话体系中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永恒的生命 无论是神仙 佛陀还是山精鬼魅 他们的寿命远远超出人类 道恨高身者甚至能达到永生不灭的境界 据道教著名宗师葛洪所述 《神仙传》记载 神仙的寿命长达十万八千年 只不过因为道教的历史 至今为止也只有1700多年 因此我们并未听说过 有哪个神仙寿命耗尽而离世的说法 所以关于神仙是否有献兽的说法 或者对神仙寿命的推断 自然就成为了空谈 另外在中国神话体系中 也存在许多令人惊异的生物 他们拥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即使遭受致命伤害 也不一定能够将他们彻底击毙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已经接近于不死之境 近年来 网络上涌现出许多 关于僵尸王以及僵尸排行的说法 然而这些说法 却与传统神话中的形象 存在巨大的矛盾 小编也收到了许多相关提问 接下来将为大家解答这些 长期以来广为流传的问题 以及目前流传的十大僵尸 存在什么问题 他们和传统神话中的形象 有什么不同 最后 我也会向大家说明 真正的僵尸 与一般人所认知的僵尸究竟有何不同 首先是五大僵尸王 之前的介绍已经有了充分的解说 这一次就简短的说明 第一位 吼 吼是神话体系中出现较晚的神兽 原本是明清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然而 在众多吼的传说中 有文学作品将其归类为芭蕾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现代人杜撰的陈述 江吼 女娲 浩天 福西 一同被称为四大僵尸之一 这个观点逐渐被广泛接受 因此才有了吼是僵尸始祖的说法 在一些虚构的创作中 还出现了四位因为受到吼的影响 而成为僵尸的四大僵尸王 在僵尸的杜撰等级中 吼被视为僵尸的顶点 其强大的实力 需要浩天 女娲和福西联手才能将他击败 第二位 将尘 在传统神话中 并不存在将尘这个人物 将尘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的原创角色 出现于现代网络文学中 根据一些现代网络文学的创作 将尘被描述为盘古死后尸体变成的僵尸 另有一种说法是 盘古的身体演化成了四位古神 吼是其中之一 而将尘则是由神术树枝 钻入吼的体内化为新的灵魂 灵魂占据吼的身体 成为僵尸王将尘 再把拥有同样特性的 后卿 银沟 汉拔 虚构为僵尸十足 将尘是吸血僵尸 因此 人们普遍认为僵尸是将尘的后代 第三位 汉拔 汉拔也叫做女拔 女拔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汉神 清代文学家袁梅 在她的短篇小说集《子部语》中写道 师出变汉拔 再变极为吼 在小说中 汉拔被描述为僵尸 因此有了汉拔是僵尸的说法 第四位 银沟 银沟是现代人虚构的四名僵尸十足之一 传统神话和古代文献并没有银沟这个人物 根据僵尸的设定 银沟与后卿 汉拔 将尘 一同诞生于人类未现 洪荒妖兽时期 直到中古时代才逐渐消失不见 第五位 后卿 后卿是电视剧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中出现的角色 以及网络小说《原阳之略》里头的角色 《原阳之略》的内容和传统神话 以及《山海经》存在许多冲突 其内容可能误导读者 因此引发了一些争议 因此 后卿这一角色在传统神话中并不存在 接下来 是被误传为僵尸的五个人物 第六位 邢天 目前网络上将邢天列为十大僵尸之一 这类说法还被不断地传播 然而这种说法存在着误导 导致许多读者产生了混淆 实际上 邢天和僵尸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 任何古代文献 甲骨文 都没有出现过邢天是僵尸的记载 即便是现代洪荒流小说 都不存在这样的说法 因此 网络上流传邢天是十大僵尸之一的说法 仅仅是缺乏依据而易测罢了 邢天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有相关记载 邢天与皇帝争夺神位 结果被皇帝斩去头颅 埋葬于长阳之山 然而 邢天并未因失去头颅而死去 反而奇迹般地重新站立起来 他以自身双乳作为眼睛 肚脐为嘴巴 左手持钝 右手拿腹 虽然失去了头颅 但他仍不为困难 向天空猛坎狂劈 勇敢地与黑暗中的敌人搏斗 永不止息 永不退缩 第七位 朱笔 目前网络上将朱笔评选为十大僵尸之一 原因是因为朱笔和巨笔之识存在很大的关联 根据《山海经》描述 巨笔之识 其为人折颈披发 无一手 根据描述 巨笔的尸体 是一个折断了脖子 披散着头发 丢了一只手 有学者认为 朱 巨 愿为同音词 因此 觉得朱笔或许就是巨笔 实际上 朱笔是一个天神的名字 在淮南子《地形训》中提到 朱笔阳风之所生也 高佑则注解说 朱笔 指的是天神 所以无论朱笔是否与巨笔有关 根据两者之间的种种描述 都与僵尸毫无关联 第八位 夏更 夏更同样被誉为十大僵尸之一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 有人无首 操歌顿力 名曰夏更之师 故承汤伐夏节于张山 克之 斩更绝前 更继力 无首 走绝旧 乃降于乌山 无头 以两乳为目 肚脐为口 右手操漆 左手持盾 再舞蹈 这段古集描述了一个无头之人 手持武器和盾牌 被称为夏更之师 据说夏更在战斗中被斩首 但却仍能继续战斗 最终逃至乌山 夏更之师的形象是以双乳作为眼睛 肚脐作为口 右手操漆 左手持盾 在舞蹈中出现 夏更和行天一样 都是被砍去头颅 却仍能存活的人物 但并不是说他们是僵尸 而是神话传说中的特殊存在 关于这一点 我会在最后为大家进行说明 第九位 王亥 目前 有读者将王亥评选为十大僵尸之一 但事实上 王亥是中国最早的商人 他担任下代商国部落第七任国君 即位之后 致力于养殖牛马 并发明牛车作为运输工具 也因此让部落的农业快速地发展 同时还发展了贸易业 有效缓解了农牧产品过剩 它促使农业迅速发展 开创了商业贸易的先河 使得商人从事的职业被称为商业 因此就有了现今商业用词的来源 然而 有一是部落首领年臣 建裁齐改意 杀害了王亥 王亥去世后 人们就将王亥尊称为华商始祖 并把他作为民间供奉的中兵财神 列为九路财神之一 在古代文献《山海经海内北经》中 也提到了与王亥相关的传说 《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 《王子叶之师两手、两骨、凶手、尺、阶段易出》 这段文字描述了每到夜晚都会出现的一具尸体 他的双手、双腿、胸部、头颅和牙齿都被分散开来 据传说 这具尸体便是被那有一军棉城杀害的王亥 然而 这并不代表王亥是僵尸 根据描述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王亥是僵尸的说法 因为在传统神话中 被分尸却依然能够活动并不属于僵尸的特性 尽管如此 在一些游戏中 王亥被错误地设定为僵尸王 一些读者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 误引用了这些游戏设定 导致了王亥被认为是僵尸的说法 实际上 王亥成为了道教九大财神中的中兵财神 把他比喻为僵尸是不恰当的 第十位 亚羽 亚羽也被列为十大僵尸之一 传说中 亚羽又称为亚羽 传说亚羽原本老是善良 但后来被二十八宿之一的神所杀死 天地不忍心 于是就让他复活了 可没想到 复活后的亚羽 变成了一种性格凶残 喜事人类的怪物 由于亚羽喜事人类 所以姚迪命令后裔将他杀死 根据描述 亚羽与僵尸并无任何关联 最后就来为大家讲解 真正的僵尸 与洪荒流小说中描述的僵尸有何不同 首先 断了头或被分尸成万段还能不死 并非僵尸的特征 从古至今 僵尸从未展现出奔跑或跳跃的行为 也不是什么不死生物 事实上 所谓的僵尸 其实是生物死亡后 由于外界因素导致尸体无法自然腐烂 有些尸体埋入土中 即便百年甚至上千年后 其尸身的肌肉或毛发也不会腐坏 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养尸地 僵尸是不会动的 说白了 就是一个无法腐烂不会动的尸体 要说僵尸会对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 尸体无法腐烂 导致灵魂无法得到安宁 继而阴魂不散 从而对其后代或附近的人们 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种影响并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这还要取决于逝者的情况 以极其安葬方式 关于僵尸会跳动或行走的说法 是清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 当时许多文学作家 尤其是小说家 受到传统僵尸的特性中得到启发 经过修改后 就创造了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 会跑会跳的活僵尸 然而 到目前为止 只有吼 银沟 后清 汉拔 将臣 被现代洪荒流小说 杜撰为僵尸十足 他们是僵尸的说法 只存在于现代小说中 不能与传统神话相提并论 在传统神话中 吼和汉拔并非僵尸 至于行天 朱比 夏更 王亥 亚语等人物 虽然有身体残缺或不死的传说 但与僵尸无关 一些读者可能会根据 现代小说中虚构的 僵尸不死特性的描述 将传统神话中 难以死亡的人物 错误地归类为僵尸 因此 我要再次强调 不死从来就不是僵尸的特性 一直以来 僵尸都是人类死亡后 成为僵硬的尸体 永远不会动 行天 朱比 夏更 王亥 亚语 与僵尸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的话 大家都明白了吧 好了 本期的介绍就告一段落 如果您对神兽 神话传说 以及经典武侠故事感兴趣 不妨给我们点个赞 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您不会错过 我们未来的精彩节目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